大家好,美国的民主党大会已经结束 民主党在大会上也宣布 美国是誓言将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下捍卫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该党还承诺投资于联盟和伙伴关系 遏制中国对其邻国的胁迫 给大家简单翻一下 这次中国和台湾出现的文件 民主党文件里面强调的 帮助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符合美国国家力 中国统治台湾将孤立美国地区盟友 让他们面对中国 放弃台湾将摧毁美国的信誉 并增加中国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鉴于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 用于计算机、电话、导航、通信系统、先进半导体、芯片 连冲突将损害全球经济 中国可能会停止向美国出口芯片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果中国占领台湾 北京将不会停止军事扩张 中国对钓鱼岛、琉球群岛以及南海洲岛提出主权要求 中国将利用台湾作为不成的航空舰 来攻击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和基地 美国应该为台湾配备所需的武器 并鼓励进一步投资其防御能力 以阻止中国的攻击 美国的前副总统彭斯在这次大会期间 也对台湾表达了明确支持 彭斯是共和党 共和党在大会期间排除了2024提及台湾的可能性 所以民主党未来上台以后也会强调在台湾问题上 对台湾的支持 但是从这个情况来看 美国是要捆绑台湾 从整体上看是要捆绑台湾 而共和党是极力避免谈台湾问题 因为共和党现在需要和中国来合作 需要和习近平配合 避免刺激中国 所以你看共和党川普很有可能会出卖台湾 台湾的岛内也有不同的反应 咱们来看一下 那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说台海和平是国际共识 民主党大会通过新版党纲 首次纳入了共和党籍前总统里根确立的对台六项保证 对此民进党的党团书记 书记长庄瑞雄表示 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共识 乐见美国主政党对台湾表达坚定支持 民主党强调将坚守美国维持台海和平承诺 遵循美国以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及美中三公报为指导的方针的对中政策 一中政策 那确保台海任何一方不会片面改变现状 那民主党自2000年来呢 党纲均有提到美国的一中政策 那仅2020年的罕见未提及 这次重新纳入 庄瑞雄指六项保证是过去共和党里根政府对台的坚定支持 这次民主党将其纳入党纲 显然看到整个台海关系的稳定是国际上的共识 民党的乐见美国主政党在次大选 把印太地区尤其是台海两岸对台关系表达坚定支持 这对台湾在国际地位或是在印太地区安全上将扮演重要角色 那王定宇说啊 这是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 他说六项保证涵盖对台的关系法 对台军售以及长期对台湾的关系 以及不把对台军售或谈判先跟中国来沟通等 这六项保证放进民主党的新党纲 代表民主党政府以及未来的总统大选新的政府 要遵循坚持对台的态度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 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但是我想说这民进党呢 忘了一点啊 美国把一中政策写进党纲 那么也说他首先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你台湾在这个问题上 你宣布台湾独立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那么也说未来只要民进党宣布台湾独立 美国施压 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出兵台湾 民进党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就是首先我先把很多事情做了 但是有一个bug啊 或者叫有一个但是 你宣布独立 只要你独立 我后面的事我不做 听懂没有 你要是基于一中政策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民进党这些人非常像小孩子 考虑很多问题不全面 人家呢有个但是 就是你民进党现在急推的台湾独立 现在你即使不推动的话 美国未来逼你独立 你只要独立 两个开战 美国可以不出兵 但是会像什么 会像现在俄乌战争一样 把你当成炮灰 让你去跟大陆打 而美国可以有一个党纲 有一个法律 限制美国出兵 美国和中国不会发生这些冲突 在大陆人看来 这就保证了中美 不会直接发生核战争 而让台湾会继续被美国掌控 牢牢控制住 而你以为美国给了你上方保健 支持你独立 结果你独立以后 美国可以基于党纲 基于这个法律 我不出兵保护 这就是未来台湾独立的重大意义 台湾只要独立 美国可以不和中国开战 民进党的解读 实际上和大陆人看法 其实不一样 民进党告诉台湾人 都是很多其他的 民进党的解读 或其他的世界观 不是按照国际法来解读 国民党也发表了看法 显示重视台海未来局势 国民党的李燕秀 他指出 民主党的党纲主要目的是 与共和党上个月通过的新党纲进行区隔 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观察点 第一是在战略上 将中国大陆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这是与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 那实务上的美中各领域高层互访 对话逐渐恢复 去风险化取代中美完全脱钩的方向 逐渐明确 第二在贸易上 民主党新党纲抨击川普加征关税 对美国家庭造成冲击 民主党也会持续发展 近岸外包及有岸外包 在全球化与贸易壁垒间取得平衡 第三在两个问题上 哈里斯的立场将更加稳健可预期 新党纲恢复四年前删除的一中政策 记住一中政策四年前被删除了 现在重新恢复 那么强调台海现状也是详述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联合公报六项保证 你说美国给自己加了一个保险 我把一中写进去了 那么只要点燃台海 美国不会和中国开战 我有一个保险 李安秀说大选期间 美国就多次表达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包含台湾独立 所以实际上民主党通过这个党纲 是对台独的否定 是对台独的否定 我也不知道王定宇这帮人高兴什么 天天喊着台湾应该独立 美国党纲理否定你台湾应该独立 并鼓励两岸对话态度 明确的战略目标正常的中美关系 稳健的经贸经济和贸易和平的两岸关系 符合美国最高理议 就是告诉你给讲通 讲通就是美国不愿意和中国发生核战争 但是美国又必须把台湾这张牌抓在手里 我平时必须玩弄台湾 是吧 玩弄台湾 掌控台湾 从台湾吸血 但是呢 我最后打出台湾牌的时候 不会让台湾这张牌炸在我自己这 要去炸炸你们 你们去打 我点燃以后 我不和中国大陆发生这些冲突 因为我遵守一中政策 谁 谁违反 不是大陆违反 是台湾违反台湾宣布台湾独立了 是你民进党宣布台湾独立了 所以你该打 你活该 但是我呢 可以给你订军援 提前给你军援 你去跟大陆打 跟我没关系 我就把美国宅出来了 看到了吧 因为你违反了一中政策 所以这实际上这个民进民主党的这个法律 宣告了民进党台湾独立 死刑 国民党的呼吁啊 说两岸 外交不是赌局 押宝 台湾人民的利益呢 更不是好赌的筹码 赖政府绝不能因为意识形态 偏听 片段 接收资讯 将严肃两岸和国际问题 视为大内宣工具 防网时灾难开始 你看现在台湾岛内啊 现在宣传这个民 台美国的这民主党 新党纲 完全认为台湾明天就可以独立了 美国就可以支持自己 你独立你可以试试 我是武统派 我支持你独立 你明天就独立 真的 我是支持你们的 党纲通过以后呢 马上这个佩洛西又出来摇摆了啊 又给台湾人灌汤了 说支持台湾不曾改变 我告诉你 上次解放军把台湾岛围住 也是这个佩洛西出来晃 佩洛西出来扭扭屁股 你看解放军离台湾近了 台湾一定要清楚啊 佩洛西这个老巫婆 她很多的行为 对你台湾其实不利的啊 我有时候每一次我都告诉台湾 台湾就不长记性啊 台湾的这个官选团啊 与美国的前议长佩洛西会面 佩洛西强调对台湾的支持不曾改变 表达去区域和平关心 对台湾的精进支持啊 强调台湾民主自由可贵 还是老一套 那说了这么多啊 其实大家也能看懂啊 现在美国呢 就是要捆绑台湾 而自己呢 在台海这个定时炸弹爆炸的时候呢 能够远离定时炸弹 就是用台湾独立来遥控起爆 但是美国自己和中国不会粉身碎骨 而让台湾爆了以后呢 能和中国打 让台湾去刺中国 给中国放血 所以实际上在我看来呢 美国现在的所有行为 还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 那么现在看美国的民主党 他现在这个党纲出现以后 未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会更加捆绑台湾 更加积极的来左右台湾问题 点燃台海做最后准备 如果美国的这个大选 十一分大选民主党获胜的话 民主党也会把台湾这张牌 放在首位 为最后中美最后GDP 越来越接近 点燃台海做准备 而这个川普的共和党 共和党我说过 共和党他更加务实 共和党是要求美国利益之上 那既然呢 这个东西一定要炸 那我美国倒不如把它交易出去 所以川普和习近平之间 可能会交易台湾 这和民主党还不一样 所以不管怎么看 所有台湾一定要清楚一点 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 其实是要远离台湾 这个定时炸弹 就是台独 离你台独越来越远 但是要把台湾捆绑 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点燃台海 这才是美国的问题 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哈里斯也好 美国的对华政策 都是把台湾当成个工具来打 打台湾牌 川普要获得利益来交易 民主党是要把你点燃爆炸 像乌克兰一样消耗你 那台湾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你从这次民众大会上也可以看到 而台湾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所谓的民进党立委 竟然在高兴 竟然在说美国支持台湾 大家可以想象 台湾被美国已经深刻的绑定 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么未来美国点燃台湾 点燃台海 你台湾能逃得掉吗 这是我一直在说 台湾人有识之势 能不能摆脱被美国的掌控 很难 这就是你们的命运 所以我一直在笑那句话 2300万人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能决定自己命运吗 你是由大国来决定你们的命运 大国才能左右你的命运 中美才能左右 所以美国已经锁定了台湾 唯一能解救台湾的 反而只有中国大陆 请来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